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联储主席鲍贝尔已经说了 在9月份可能会降息 他认为美国经济就开始 通货膨胀没有那么厉害了 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背景环境 在这种简单的背景环境大家共同认知的时候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跟川普遭到枪击之后 一些预言家骤然而起 因为他说得太准了 有说川普耳头被打的比格斯 有说拜登退出竞选的那个叫安妮 那个令人就精准的令人就屏住呼吸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特别是比格斯 他的预言就显现太突出 因为太准了 实在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否定他 那当有着预言成功的背景之下 人们其实在骤然 在这种现实的一种实力的对应之下 无以争辩的这种正确性 使得人们更加相信命运 他就出于利益上的需求 人们会转命运上的方向去转向 也就是说发生的任何事情是可以被预言的 那就是发生的事情是被计划好的 被谁计划好的 那有人说 通常就说是被神计划好的 这是人们通常的说法 那如果你相信神 相信被神计划好的话 那否定的是什么 进化论 无神论 当代精英的 否定神明存在的这样的人 他们就会被否定 那他们被否定的本身 表现在我们世俗的生活环境中 这些人首当其中的就是在金融跟经济行业 就金融 经济行业 高科技环境 权力中心 就是这些精英者聚集的地方 那他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透过金钱 透过高科技所营造出来的工具 AI系统就是工具 XGPT是工具 iPhone手机是工具 那透过这种工具 可以满足一个人他心里的欲望 那另外权力的欲望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中 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 包括奥运会的这个赛场 我们看到都是以人的公平 自由 开放 平等的名义 在毫无限制的放纵自己的权力的欲望 在放纵欲望的过程中 以公平 自由 人权等 所有的这些名义的背书下 有着法律作为它的支撑点 所以法律就被某些七行道士的权力者 所最充分的利用了 那这就成了我们今天 老百姓却没地儿出去 那老百姓没有地方出气了 普世的人文的道德观念 道德理念被摧毁 就是无以伸张了 因为所谓的正义 实际是权力的盗用者 借助法律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一种 另外的借口 自由变成了纵欲 对不对 平等变成了毫无顾忌的 以一种公开的理由 类似共产党为人民服务 去抢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甚至自己是个男人 把自己稍微整拨整拨当成女人 进入女人的行列去比赛 而奥运会的宗旨是女权运动 你拳运动 却把女人在拳台上两拳干倒 打得鼻青脸肿 这是一个很荒谬 但非常真实正在发生的故事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出现了扭曲 而这个社会真正扭曲是在人性上 人的道德上 人的基本理念的认知上 都以所谓最后世俗中最正常的理由 给推翻给革命了 那人也就没有办法 对吧 你我没有任何能力去抗争 当你我都没有任何能力抗争 老百姓看着憋不过气的时候 那怎么办 就只能 老天爷如果看不过眼的话 就请老天爷自己出手 咱们请老天爷 人家在哪 人家去不去还是回事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了一些自然力量的反应 而这种自然力量的反应呢 却反映到人的红尘的最大的利益成分中 最关键的现实环境中 那你说是因为什么造成的 不知道 有人说因为这个 有人说因为哪 那我讲这一番话 是想跟朋友诠释 在星期一的今天8月5号 从日本开始制造了历史性的 长达1987年股灾以来的最大的股灾 有人把它称为黑色星期一 有人把它称为黑天鹅 我看没有叫灰犀牛的 都把它叫黑天鹅 事情的原因 在日元过分贬值的背景之下 日本央行出手干预加息 结果两天的时间 日元从162日元对一个美元 上涨到今天 142日元对一个美元 涨了20块钱 涨了15% 13到15 这样的话 造成了日元跟世界 跟美元的之间的汇率对比 出现短时间出现巨大的 陡幅性的这种变更 日本的产品几乎都靠出口 都是出口的 那这样的话 直接影响到 就叫做 每日之间的贸易往来 以及日本跟欧洲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 那这个价格上 就价格上 跟它的贸易本身的 这个货币对应上出现了太大的变更 而同时间 美国人又说要降息 所以就是加码了 就是血上 叫什么 伤口上撒盐 血上加霜了 这一下就把日本市场给挤崩了 日本市场挤崩 从上星期五下跌5.8% 到今天下跌12.4% 它以最低的数字收盘 意味着明天将出现更大的跌盘 在日本股市的带动下 韩国下跌8% 韩国也下跌8% 那这个以至于叫跌停板 在这个澳大利亚下跌4.4% 所以整个就是 一下就就就就 故事就不一样了 走完全走入一种跌盘 而更可怕的就是 比特币就是所有数字货币 出现暴跌 比特币曾经下跌18% 最低点达到了49,110块钱 那而它的跌过来的幅度 就是途经呢 是从6万1千多块钱跌下来 那其他的这个货币都是 其他的加密货币都是跌到24%,23%,19% 所以也就变成了历史性的 就是在星期日的时候 你买了一个比特币 你买了一个比特币可能还挣个万八千的 结果一到星期一 你赔了三千块钱 就这么故事 一夜之间赔了这么多钱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美国的这个道琼斯 在中午的时候 下跌了一千点 百分之四 它的浮动很大 在它开盘之前 它下跌到一千三百点 开盘之后呢 市场出现波动 就是横动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横在这儿了 没动 买盘也没有 卖盘也没有 大家谁也不敢动 那跌的最大的是纳斯达 纳斯达下跌了百分之五点几 将近百分之六 在纳斯达里面 灰达高跌达跌幅百分之十五 特斯拉百分之十三 苹果百分之十五 Facebook百分之十五 谷歌百分之十 那亚马逊百分之十 所以我们看到的所有高科技股 重量股 全都跌过百分之十 那这就出现了一种场面 就是在光口卖盘谁买 没有买 那结果现在呢 一开盘 九点半一开盘 到了今天现在的十一点半 我做节目的时候 就整个盘点是停止的 那你让我说就有点傻了 他傻了另外的表现是什么 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北美著名的broker 就是股票交易代理人 全都关闭自己线上交易 他不敢动了 全都关闭线上交易 就是失去了准头 失去了方向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 so far到我节目时 做节目时看到的故事 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那我自己更个人觉得呢 预言有点太准了 就是他有他的原因 这一波波动的原因 两个因素 从这个技术金融的角度 日元暴涨 美国的失约率暴增 增加到4.3% 没想到就业人数只有11万1400人 这个数太少 所以这是他的表面的原因 但是在诸多的预言中 都讲述在今秋到初冬 美国为中心的整个西方社会 出现金融大崩盘 经济大萧条 超过百年前的经济大萧条 那而他们设定的时间 都说是这个9月到10月左右开始 那里面跟随着房屋市场的崩溃 甚至包括大疫情的出现 但没有人料到说 是在8月初突然出现 没有人料到是这样 刚才出来的消息是讲说 欧洲股市呢也是傻了 他欧洲股市都是在下跌 2.2%到2.5%的环境下收盘了 他已经因为时差的原因 那欧洲股市 欧洲整个经济衰败 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说迷茫了 在我眼睛里说 应该讲整个都迷茫了 在迷茫的情况下 今天 现在 因为他到来的时间太早 谁在启动这样的东西 那你让我说谁在启动呢 是有人的贪婪 你比如说巴菲特 巴菲特从今年年初 到今年6月份 套现 套现现金的 卖掉包括苹果公司 包括美国银行等大公司的股票 套现套走了2770亿美元 一个投资家 手里为什么要拿着现金 而不是被投资的项目 而他整个手里面 应该拥有投资的货币 大概3500亿左右 也就是说 75%的投资资金 全都变成现金装兜里 他拒绝投资市场 卖掉苹果的 大概900亿 780亿美元的苹果股票 占他的整体苹果股票的49% 那他就持续在卖 那在他持续成功套现 2770亿美元的背景之下 股盘就是黑色星期一到来 那问题来了 他到底是股神 他还是真正这场灾难的操盘手 所以你从人文 天灾人祸上 你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那这里面问题在哪 这里面问题在于人的道德上 人的道德上 在股票市场 金融市场 那些操盘的人 一般都把自己供奉为神明 如果不被供奉成神明的话 巴菲特不会被称为股神 那如果正经的话 可能人们会把他叫为股魔 他是个魔鬼 他不是神 古鬼也不会叫他股神的 那叫股神很正面 可是他是玩钱的 他玩钱 这钱一个是从 钱只有两个来处 美国政府印钱 而你我 如果你玩股票 我也玩股票的话 咱俩输的钱 所以巴菲特挣的钱 不是政府印的钱 就是你我从我们俩 我们老百姓兜里掏走的钱 他不是自己生产出来的钱 没错吧 他连个剃壶刀都没生产 他就是玩股票 神偷 神拿 其实你大家弄这个 当这样的人 神偷都不偷了 为什么不偷了 他偷完了 你让我说就偷完了 也就是说资本市场 股票市场 面临的就是大崩溃 在巴菲特的做法中 告诉我们是这样 在预言中 就是说 他可能提前出现了 那人们为什么会遭遇这种事情 可以讲说 人们的贪婪 给自己带来的一种回报跟报应 那现在刚刚开始 一切都刚刚开始 没有任何人会有一种 非常真实的决定 但是 数百亿美元 甚至上千亿美元 就在今天早上丢掉了 在昨天晚上丢掉了 这是真真正正的 黄金白银 没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